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麦迪以外没有场上没有真正的一个一个能够去通过个人能力去进攻的一个点 现在曾文顶防麦迪准备启动突破分球刚刚上场的冯琪 其实机会都出来了都是空篮的机会 这一下DJ怀特接刘伟的妙传 在远处主题台看台就座的姚明和他的妻子叶丽也是禁不住寒几号的 这个球配合的确精彩 青岛不得已只能叫暂停了因为差快20分了 而且如果以这个节奏打下去只会差的更多的 我觉得青岛好像又换人了麦迪下来了 麦迪转过广告牌 跟他的老相识也是青岛的体能师上赛季在佐山队 效力的体能师金 就口情能看得出来 说不行 他们不行 当然这我们理解是一种气化 对 情绪化 对 情绪化 我觉得比赛打到这种程度 作为球队的这种主将 尤其是像他有这么大的名气 那么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又很高 当球队遭遇到这种困难 这种困难是 怎么讲 因为他本人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怎么讲 我们就说其他队友可能 有点跟不上他的这个节奏 好的助攻 转化不了得分 对他的情绪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他会有一些波动 就是 简单说就是 当麦迪 持球的时候 其实剩下的四个青岛队员都要做好准备 就是你随时有可能接到这个球 发起进攻 而且你不光是随时要准备接球 而且你这个接球之后 你有没有连续的下一次攻击 你是在篮下是投篮 还是我接着从对方防守错位 我要继续突破 你现在没有连续性 麦迪一攻大家都分散了等着 给了投一下也没有人去抢篮板 是的 那你打不进之后 你有没有人回来退守 这个你不能让麦迪这边组织进攻 这边去突破分球 还要让他去退守 到篮下还要去补防 我觉得这个让他做太多了 工作做的可就太多了 对 我觉得青岛问题现在是在这 那么你其他的人怎么样去 麦迪在场上 他去吸引人 你们怎么样去主动的去 去把这个 去把这个 他的这些助攻转化为这种得分 是很重要的 又失误了 青岛说话间 您这刚说着又失误一次 我们看赵文刚这场球 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一次三分出手 最多两次 也就是说上海不给他这么多空位 他不是一个 谁都知道你能投准十个三分球了 他不是那种 通过自己可以造机会的这种人 他是需要同伴来支持的 冯奇这个赛季呢 是刚刚从东莞马克波罗转会而来 其实要说啊 就是纸面上一看 青岛队的实力没有 不应该是这么差 对 好球这边旅言 自己投进之后也是 钻钻拳头自己鼓鼓劲 因为青岛有一段时间 没错 他在现在得分上 也碰到很大问题 而且他现在防守也是 整个是守的是连防 但是效果非常的差 这边上平板 我们看到 把DJ怀特盖掉 DJ怀特摔倒在地 不过看来没什么大碍 在上一场比赛 这过程当中的上海举行了张文奇的球衣退役仪式 今天张文奇也是坐在上海队的队员席后面 作为上海青年队的主教练 在观看比赛 其实这就代表着一种球队 对传统的尊重 你看看这种球 上平这么近的距离 没有公众 当然了 相信他是有一点紧张 实力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但是对球队肯定是有这种信心上打击的 这种东西像李志导所说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 他会恶性 让队友和队友之间彼此 这个信任度就下降了 尤其是麦迪跟其他队友这种关系 去处理 就非常的难 现在 青岛 青岛 没有犯规的球员 只剩母本家和赵永刚两个人 就是所有球员都上过场了 而上海这边的翟翼还没有上过 看今天刘伟的状态不错 对 在进攻当中 他不光是个人攻势一方面 他的这个整个整体这个组织也非常好 嗯 所以呢 其实也请大家呢 耐心的把上面长看完 好球这边冯奇拿到两分 这冯奇也是 这种进攻方式是青岛队最缺的 对 因为真正的比赛应该是从下半场 真正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从下半场开始 这次应该是母本家犯规了 所以青岛队 哦 这犯规还吹在赵永刚身上 那么只剩母本家没犯规了 看青岛守这个联防 大家都站在原地 嗯 持球人 你防持球人 第一要防突破 那么无球人 就是弱策的无球人 一定要防空间 我们原来叫被插 这种是防联防当中 是最忌讳让对方去被插 从身后溜过去 也是最有 进攻当中也是最有威胁的 嗯 那么青岛现在缺乏呼应 对 你守联防应该比守敌人更积极 缺乏呼应 还是我们讲这个 整个这个现在这个市区很沉闷 咱们这么说 你要是联防能让对方 从顶弧一直突到篮下 这就没有联防 这就不叫防守 上平这球被盖下来 吕延看三分球能不能中 葛阳先推人了 安排 本球能不能中 来 一会儿 但夏天 中 刚是犯规把这球阻止 这样赵宏刚第二次个人犯规 而且如果按照这种状态的话 赵宏刚今天要想找到上一场的状态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上一队肯定也是精心的准备这场队 尤其是在他这个位置上 那么我们看很少给他空位 他们有几个主力球员表示他们确实看了昨天上午中央电视台的这个重播 所以有时候多看看体育频道的这个赛事重播也是有好处的 虽然他不是直播 对 这种比赛重播因为我们现在在转播比赛 那么我也是会第二天上午去看一些比赛的重播 一个是看看各队的这个发挥水平 另外一个也是了解一下这个总体联赛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 氛围啊趋势 谢谢李志导给转播做文革 现在比分差距已经差20分了 上海的球迷很有意思啊 只要一旦有这个球员围上裁判 上海球迷不喊脏话就喊替 这是技术犯规 因为确实明确规定不能跟裁判有这种任何的争执 球权在青岛队手里 对 刚才通过慢放我们看确实裁判这个派伐是很正确的 那么最后是出在上海队的外员手上出去了 这回怀特这一抢几乎是 臂弯都已经过篮筐了 柯阳这球失误 王勇这个处理是聪明的 先把球打出去再说 因为如果让冯奇一旦接到球 冯奇第一速度比王勇快 第二身高降重心比王勇容易 冯奇肯定很快就是一个上篮 但青岛需要冯奇这种突破 对 有威胁的这种突破 你能够上篮造对方犯规 然后传出这种有效的这种助攻 半场球还有一分十二秒 上海决定换孟令员上场 加强防守 也是对冯奇限制一下 你看现在母本家两分 这边吕炎今天 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张宏刚没摁下去 但是吕炎起来了 对 像他这几次得分应该是 球队是最需要 因为现在整个青岛进攻 是陷入到这种 你不能说得分慌 很困难 每得两分很困难 那么他这种 就像这种三分非常及时 孟磊远抛头还不中 双方差17分 半场比赛还有不到40秒的时间结束 停球了 孟磊远防赵永刚 孟磊远的个人第二次犯规 今天到目前为止 刘子秋拿到8分 曾文顶12分 刘维又12分进账 而从青岛这边来说呢 除了麦迪拿到9分以外 没有一个人得分能过6分 当然得分还是比较平均的 比较平均 谁都有得分 如果在线的话应该有一定的罚球保证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上海怎么来执行 这最后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两罚如果都中的话 是15分的差距 这是一个坎 两罚两中 23.1秒7秒了 其实上海队也明白自己这下半场可能面对的是什么 刘伟 抢头不中 上平犯规 上平这是没控制住自己情绪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动作 外地坐在广告板后面是面尘似水 还有4.5秒 快算他上个赛季在下落到山猫队效力 当然这个我们在采访他他也不太愿意再提这事 因为这个赛季三毛段明显比上个赛季成绩要好 4.5秒 快算他第一罚没有中 两罚都不中 上海请求换人把刘子秋换上换下王勇 扩大到全场的防守 不能让上海的本意就是不能让青岛去出手投篮 赵永刚 防守成功了 赵文鼎把赵永刚长距离传球抢断下来 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 上海目前领先青岛正好15分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半场